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上禮拜碰到一個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問題 我覺得跟當代是非常非常的直接相關 所以我其實是慢慢的講 然後這禮拜希望把上禮拜的後面的部分講完 我希望一個小時的時間講完 然後一個小時的時間講消費 那消費本來就是一個 我覺得可以讓大家稍微喘口氣的議題 就是你們可以分享你們很多的生活經驗 然後我當然也會談一些人類學對於消費的討論 可是我想說我今天大概時間安排 就是先把上禮拜的講完 因為我覺得是跟我們當代真的是息息相關 那我們上禮拜講了所謂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講了人類學對於資本主義的一些修正 然後也講了鄉民社會是不是有獨特的邏輯 還有鄉民社會必須要跟資本主義有不同的結合方式 那我們今天又放在更放在變遷的脈絡去談說 當鄉民經濟遇到資本主義的時候 到底全球跟地方之間如何不斷辯證的過程 我第一個講的是戈爾茲的民族誌 戈爾茲做的是印尼的研究 他做了澡哇跟巴黎島的研究 我們在宗教第一個禮拜會繼續講到戈爾茲 因為他就是人類學的詮釋 詮釋人類學的大師 那他有一個研究談經濟變遷 是在跟當時的現代化理論對話 當時的現代化理論認為傳統跟現代是矛盾的 就傳統會妨礙現代化的發展 就像我們上禮拜談的福斯特 他認為有一個資源有限觀 讓人不敢成功 那戈爾茲他基本上他跟現代化理論對話的方式 是認為傳統跟現代之間並不是相互衝突的 傳統可能有利於現代化的發展 可是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 也會阻礙現代化的發展 因為他還是有他的限度 他不是一個無限累積的過程 所以戈爾茲這個研究 Pater and Prince 就是小販與王子 很有趣的名字 他就是分別在談在藻蛙跟巴黎島的現代化的過程 在藻蛙他們的社會的 大概社會的組織在戈爾茲的研究裡頭 就是Marchukuto 這個城鎮有三個社會的階層 一個是信仰印度教的文官體系 一個是信仰伊斯蘭的商人 還有信仰 泛林信仰的農民 那他其實做了這個 Marchukuto 的一個社會階層的討論之後 他談說在Marchukuto 現代化的過程中 是由信仰伊斯蘭教的商人 因為他們可以非常有 他們不用被固著在那個土地上面 或者是在文官體系裡頭 他們可以非常有創造性的 從事各種的創新型的現代化 包括各種的現代商品的銷售 而且他們的定價方式是非常具有彈性的 就因為這一些信仰伊斯蘭教的商人 他們的彈性創新 所以在早期資本主義剛進入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有 他們那個彈性跟創新 還有各種定價的方式 其實是有利於當地現代化的發展 可是相對而言 塔巴納是位於巴黎島 他們原來就是有貴族體系 那在塔巴納他們的現代化的過程 是由原有貴族體系來做轉化的過程 就原有貴族的體系結合了貴族跟平民 一起從事現代化的各種企業 然後因為在原有的貴族體系之下 貴族要照顧平民 平民要服從貴族 所以他們的整個社會體系 一個現代的企業 其實是透過原有的社會關係在運作的 就有點類似臺灣的家族企業 他說其實這兩個地方 他們在資本主義或現代化的早期階段 他們都是站在原有的社會文化基礎之上去發展 可是發展到一定的階段 他們就開始遇到了一些障礙 在Majkudo 的情況 是因為這一些創新型的商人 他沒有辦法結合入原有的社會組織 其實就原有的那個佔大多數的農民社會組織 或者是文官體系 所以讓他在募集資金的時候遇到困難 他沒有辦法不斷地從事資本的再累積的工作 就是他的現代化因為傳統而發展 可是也因為他們有傳統的社會地位 還有那些創新型企業家的特色而發展 可是也因為這些特色而面臨限制 Tabana 是相對的 Tabana 一開始透過貴族 透過貴族跟平民的合作來發展現代化 可是當他累積到一定的一些基礎之後 他面臨的困境是因為貴族要照顧平民 所以他們會僱用過多的榮源 所以原有的利潤就用在僱用榮源身上 而且因為貴族必須要不斷地 把他所賺取的利潤去回饋給平民 去照顧平民 所以也造成他的資金累積上面的困難 所以其實戈爾斯這一個研究 這一本小書 他其實是在談傳統跟現代並不是對立的 那當然後來人類學有更多相關的討論 就是我上禮拜其實用 布農跟賽德克的民族誌來談 更進一步從文化的角度來談 就是當地人如何透過原有的觀念 來理解當代的一些新的經濟體系 可是在理解的同時其實原有的文化也在產生改變 好 那因為要談所謂全球跟在地不斷辯證的過程 所以有的方式是談的一個地方 就開始談全球體系 那對於全球體系的討論有幾個很大的理論 可是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把這一些大理論的內容 做詳細的討論 不過我大概會提供一些 你們可以去參考的資料 第一個是Frank 的依賴理論 所謂依賴理論是那個時候 做拉丁美洲研究的一些學者提出來的 他們認為拉丁美洲的低度發展 其實是因為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就美國跟拉丁美洲之間 是大都會跟衛星城的關係 Metropolis 跟 Satellite 的關係 美國是大都會 然後拉丁美洲是衛星城 大都會向衛星城購買廉價的原料 而且衛星城提供非常低廉的勞力 然後在大都會 再把這一些廉價的原料 再加工製成成品之後 再以高價回銷到衛星城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大都會跟衛星城之間的 不平等的交換關係 所以會造成拉丁美洲這一些衛星城 長期處於低度發展的階段 就他們要談所謂underdevelopment 所謂的低度發展 並不是當地的社會文化造成的 而是在一個更大的一個 更大的一個經濟體系之下 受到剝削的結果 所以他們也談到說 其實在二次大戰 因為美國忙於作戰無暇塌顧 這個時候反而是拉丁美洲 經濟發展最好的時候 這個是依賴理論 然後接下來 Walstein 他修正的依賴理論 他進一步提出來 他認為metropolis 跟 satellite 這樣子的二元的關係 過於靜態 所以他提出了中心邊垂半邊垂 這樣子的討論 就是中心邊垂半邊垂 他認為是一個更動態的關係 就是所謂 他增加了一個半邊垂國家 就是中心跟半邊垂 就是中心邊垂半邊垂 其實是一種相對的關係 看跟誰做比較 譬如說半邊垂在跟中心做比較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邊垂的位置 可是他在跟邊垂做比較的時候 他就是中心的位置 然後他利用中心邊垂半邊垂 這一個架構 他提到整個所謂的世界體系的中心 是一個不斷在轉移的過程 譬如說從15世紀的意大利 然後逐漸的轉移到西班牙、荷蘭、英國、美國的過程 他有三卷所謂近代世界體系 其實是從16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的源起 一直談到1840年 就是他談這一段過程就是三卷 就在談這一段過程 其實整個中心如何轉移的過程 而且重要的是他要談的是 中心邊垂半邊垂 是一個非常動態不斷競爭的過程 他不是一個靜態的一個發展階段 所以他那個書精采的地方就是在談 其實每一個國家都面臨各種不同力量的競爭 所以他其實提出了一個 比較動態的一個世界體系的觀點 然後他也認為說 其實所謂的中心對於邊垂國家的剝削 是透過半邊垂國家在進行 可是因為有半邊垂國家 去維持各種的動態的平衡 所以這個世界體系可以一直在運作 那瓦拉斯丹寫完這三大冊的 《近代世界體系》之後 他其實後來又陸陸續續完成一些文章 就是一直談到一些當代的發展 那這個其實世界體系的討論 其實我在親屬的第一週 大概就已經提到 你們還記得嗎 就我那時候在談怒爾 可是我一開始是把怒爾的當代發展 放在一個殖民跟資本主義的架構之下 就是因為在他們從殖民 就是從殖民統治獨立的過程 其實殖民國家很武斷的畫了一些國家的邊界 然後也造成他們內部 就是同一個國家裡頭 有各種不同種族宗教或生活方式 然後也埋下了日後不斷的紛爭的一個背景 然後甚至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當中 其實也是就像瓦拉斯丹這裡所談到的 其實所謂的一些中心的國家 他們會從這一些邊垂的國家 輸入比較廉價的物質 就是廉價的原料 譬如說石油 然後加工製造之後再回銷到這一些邊垂的國家 然後也造成這一些邊垂國家 即使他好像是在做 經濟好像在發展 可是他們內部的貧富差距 其實反而是拉大的 因為很多的利潤是由外來的企業去掌控 那就是我這裡舉了一些例子 就是說我們要看一些當代 譬如說非洲的動亂或積方的情況 其實要放回世界體系的角度裡頭來看 然後我後面舉一個黑手黨的例子 是想要讓你們稍微輕鬆一下 就是這個世界體系的理論 其實可以看很多的大眾文化 你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電影都是 以黑手黨作為主題 那人類學看黑手黨的方式 當然要有一些不一樣 其實黑手黨他早期的發展 就是黑手黨的那一個第一代的教父 他其實算是一個勞力仲介集團 就他其實是受到當地人尊敬的 因為當所謂世界體系的中心 從義大利慢慢的轉移到其他國家 甚至到美國之後 其實義大利就開始有 所謂的各種的失業的問題 所以黑手黨的那個第一代教父 他其實是一個把勞力 從義大利仲介到美國的一個人 甚至他就是非常慷慨大方的 來建立他的聲望 所以其實在很多的那個大眾電影裡頭 你們看到其實那個第一代的教父 他其實是受到當地人尊重的 可是到了後來到了美國之後 當然就有一些很不一樣的發展 就是他們跟很多的毒品買賣 又結合在一起 那如果你們對於當代的一些 所謂的地下經濟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看有一本 也是人類學家寫的 叫做《地下紐約》 有人看過嗎 他就在談當代的紐約的一些地下經濟 就是這些毒品 黑道 可是其實地下經濟跟 或者說我們講的非正式經濟 跟正式經濟之間也是可以相互滲透的 就是我這裡大概讓你們知道說 其實世界體系理論可以讓我們對於當代的 不管是各種第三世界國家的問題 或是你要看大眾文化的時候 可能也可以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視野 那世界體系之後 其實整個全球的這個大架構的討論 開始進入一個所謂新自由主義 或者是金融資本主義的討論 那這一個金融資本主義的發展 是從1979、1980開始 因為在70年代 其實資本的獲利率開始下跌 其實我們上禮拜有討論到 其實資本主義有一些內在的矛盾 會造成他的資本獲利率下跌 然後70年代又面對所謂的石油危機 讓幾個國家的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 受到限制 所以在1979、1980的時候 美國的雷根總統跟英國的柴契爾首相 他們就開始實施一些 我們現在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一些金融的措施 主要就是其實國有的事業私有化 因為過去國家負擔一些國有的事業 可能要負擔很多的工人的退休金 各種福利制度 所以有一點負擔過重 所以他們實施的一系列的措施 就包括國營事業的私有化 包括所謂市場自由化 就是國家減少管制 還有各式各樣的去管制化 還有國家的財政緊縮 就是國家開始減少所謂的大型投資 或者是公共福利的支出 就是他們開始宣布的一系列的 一些市場自由化去管制化 或者是國營事業私有化的措施 然後這個接下來的發展 一般就開始稱之為新自由主義 那當然不只是這一些政策上面的宣稱 其實這些政策還必須要配合很多的國際組織 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包括世界銀行 包括世界貿易組織 這一些組織的配合 我等一下會舉一個例子來談 就是這一些政策 再配合這一些國際的組織 再加上所謂全球化的過程 因為各種網路 各種的交通工具的發達 全球化的過程造成了 人物資訊資金的快速流通 因為全球化的過程就是 交通讓人可以快速流通 然後網路可以讓資訊跟資金 快速的流通 所以這個時候 國際的 因為所謂的國家又開始減少它的管制 所以造成國際的金融資本開始流通 資本開始穿越了國界 開始沒有國界的限制 資本可以到每一個地方去尋找 它可以投資的 包括投資在股市 匯市 期貨 甚至開始有所謂金融商品 就是過去的銀行 它其實是一個只負責存放款 可是在新自由主義之下 銀行開始也成為一個投資的單位 所以銀行就開始發展出一堆的金融商品 衍生性金融商品來做投資 所以其實這一個階段最重要的是 所謂的金融資本 就是錢可以產生更多的錢 馬克思那個時候所談的 勞力作為重要的生產力 其實在金融資本之下 勞力不見得在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以就造成很大規模的失業 或者是因為整個全球企業的發展 其實企業會到工資低廉的地方去設廠 所以也造成了很多像台灣 或者是在美國一些失業的問題 這個新自由主義化 先講到就是很簡單的敘述 這一些敘述在黃英桂老師的文章裡頭 有做描述 那個文章我也有放到SEBA上面 那其實新自由主義這一個概念 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 非常多益的概念 因為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結構的發展 可是到每一個國家 它會有不同的制度 然後甚至在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國家會有各種不同的 就是被捲進去的人 然後這一些人本身都會具有 他的行動力跟能動性 可以讓新自由主義 這一個好像結構性的因素 在每一個地方 其實有很不一樣的發展 那這一些討論 其實我放在新自由主義的 就是有一篇文章 是夏傳偉老師的文章 他談新自由主義是什麼 他是一個把新自由主義相關的討論 做很好很好整理的一篇文章 就是他去談其實整個新自由主義 這一個概念的多異性 然後他去查書很多不同的理論 分別譬如說馬克思主義 從結構跟制度的角度來看 可是其他的學派就會比較強調那個過程 或者是被捲入了這一些成員 他們的那個行動的能力 可以怎麼樣造成新自由主義 在每個地方有所修正 就新自由主義的一些很複雜的發展 就是一些比較動態的發展 或者是全球跟地方一些比較動態辯證的過程 我想你們可以參考 夏傳偉老師這一篇文章 把一些相關討論做了很不錯的整理 可是即使全球跟地方 有這一些動態的一個辯證過程 新自由主義還是在各個 就是從開始施行 其實就不斷造成各種的金融危機 就我這裡所談的 譬如說1994年的墨西哥1997 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 然後1998的俄羅斯 2001阿根廷 2007 2008 世界金融風暴 其實金融主義資本 就是新自由主義 因為他金融資本的特質 他金融資本其實會錢不斷的投資 然後中間會不斷造成很多的泡沫化的問題 甚至很多的泡沫化問題 是由第三世界的國家在承擔 我這裡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墨西哥的情況好了 你知道墨西哥 其實真的在整個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之下 他曾經是國家宣布破產 這是我給你們的YouTube的連結 有談到國家破產的故事 墨西哥他的整個情況是 他在1970 年代 因為國家的經濟發展 他必須要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款 可是在1979 年 美國開始提高他的利率 然後因為借款是用美元來借 所以墨西哥他們的債務 突然就突爭了好幾倍 因為整個就是美國的利率上升了好幾倍 而且當時因為美國的經濟低迷 所以他們也減少對於墨西哥的進口 再加上當時的石油危機 墨西哥也是一個出油的大國 好像排行在全世界的十二 就是他的石油出口 再加上當時的整個石油價格的下跌 所以墨西哥一下債務變了好幾倍 然後一下國內的生產 或者是國內的一些獲利開始下跌 所以在1982 年墨西哥宣布他已經無力償還債務 然後這個時候他就再求助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幫他處理 就是可能有一些債務的免除 或者是延緩繳款 可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墨西哥 必須要採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 就是必須要開放他們國內的市場 甚至很多的企業跟金融業 必須要開放金融外國資本進駐 他好像緩解1982 年緩解了 因為這一些外來組織的一些資助 他緩解了暫緩了當時的經濟的危機 就是國家破產的危機 可是也因為開放外國的資本 所以他也埋下後來的很多的 下一波的經濟的危機 那這一些其實這一些國家的情況在 我等一下提供我兩本書 其實都做了還滿好的描述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談到 就是Daniel Miller 的一篇 談千里達的研究 他也會談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所扮演的非常詭異的角色 好 那到目前的描述到這個地方 那我其實要強調的是 其實新自由主義跟國家自己 跟地方社會之間有非常複雜的關係 那每個國家當然運作的方式會不大一樣 我可以讓你們看我剛剛所談的幾本書 一本就是 Wallstein 的近代世界體系 他有三卷 然後他後來又有陸續完成的 paper 一直寫到當代 然後一本是 David Harvey 所談的 新自由主義簡史 然後一本是大分化 他談新自由主義的終結 雖然我們不認為他一定會終結 可是這兩本我覺得也還算是 很好的導論的書 他就把我剛剛所談的這一些國家 在新自由主義的脈絡之下 到底遇到了 其實個別國家 因為他的一些國家的治理 還有地方社會的一個主體性 其實會有不一樣的發展 那接下來我當然就是回到 人類學在這樣子的一個結構脈絡之下 人類學的關懷是什麼 人類學當然還是關心文化 然後甚至過去的政治經濟親屬宗教 其實在這個當代的脈絡之下 人類學者也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討論 譬如說 我們人類學者還是關心所謂的地方社會 可是地方社會在外來資金進入之後 也有可能造成地方社會內部的分化 甚至階級化的問題 然後人類學第一個當然問的是 那這個時候我們所談的是族群問題 還是階級的問題 因為地方社會他們或許是屬於不同的族群 可是當內部的分化 因為外來資金的進入 造成內部的分化甚至階級化 其實有時候已經不只是族群問題 而是階級的問題 這是人類學一個在談的 是地方社會也開始產生的改變 然後人類學其實談的 包括地方社會的性質的改變 然後包括族群的內涵的改變 因為其實族群在過去的內學討論 會一直在討論說其實族群的分類 本質性的分類是如何在殖民 跟國家治理的架構之下 為了便於治理而去建構出來的 這個在我自己談那個 就是台灣原住民的分類裡頭有談到 可是到了新自由主義之下 我們談族群會進一步去談說 其實族群文化的符碼 會跟所謂的經濟結合 就是開始有各種的文化商品 然後開始有各種的就是文化 其實已經跟經濟有某種程度的結合 這等一下我再談我自己的研究 就是我們談的 對於地方社會有一些不同的討論 對於族群也開始有不同的討論 譬如說納入了階級的討論 然後納入了族群文化符碼 如何跟經濟結合的討論 然後對於親屬跟宗教 人類學也有不一樣的討論 其實親屬你們可以想 我在那個親屬的第二週 其實已經帶入這個討論 就是在我談Giddens 幾個社會學者 開始在談當代的第二現代性 就當代的家或者是親密關係 如何是建立在 每一個具有反思性的主體 透過溝通協商的過程所建立的 Giddens 其實已經是在 新自由主義的脈絡之下 開始去談當代社會關係如何可能 除了親屬之外 其實Giddens 也談所謂的公民社會 就是公民社會基本上就是 基於一群人基於不同的 基於他們各自的價值 所成立的一些連結 他可以成為一個跟國家 或者是跟金融資本家 抗衡的一個方式 所以在親屬的面向 其實人類學一方面 就是我其實在親屬的第二週 已經開始帶入 其實我們在談的是 超越血緣去建立關係的可能性 然後甚至我其實後面談到 就是在親屬第二週 PPT 最後面我談到的是 其實每個文化原來的一套文化邏輯 親屬本來就不一定是建立在血緣關係 他可以建立在所謂的情感的分享 建立在共同的歷史記憶 或者是共同的實踐的過程 甚至共同的受苦的經驗 人類學的親屬的研究 大概就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 其實是要談在這一個不確定的年代下 各種建立關係的可能性 同樣人類學對於宗教的討論 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元 就是宗教的討論 其實我們會去討論到 宗教在當代脈絡之下 朝向多樣化 個人化跟心理化的發展 多樣化其實要討論說 其實過去的宗教 我們強調的是宗教的組織儀式或教義 可是在當代的宗教 其實有非常多樣的發展 譬如說開始有所謂的新宗教運動 新宗教運動比較強調是個人靈性的崛起 然後強調的是 那個個人跟教主的關係 就是強調宗教是要滿足個人內在的需要 或者是比較強調那個個人化的面向 個人化跟心理化的面向 新宗教運動 我們應該在宗教的時候會在討論 然後可是另外一方面 也有所謂新保守主義的興起 開始有很多宗教其實是在重新強調傳統的價值 就在面對這一個不確定的時代 有強調那個關係如何可能 透過各式各樣的互動過程在建立關係 可是也有另外是 新保守主義是重新強調那個傳統的價值的重要性 就同樣在面對不確定 其實會有很不一樣的發展方式 或者是 其實人類學也有一些研究談到說 其實地方的人面對經濟的 就是這一種不確定的經濟情境 其實他們會用巫術來詮釋經濟 譬如說他們看到有人一夕致富 一夕破產 他們就認為這個人可能是利用巫術 才會有這一種 一夕之間成功一夕之間失敗的情況 就是他們也透過原有的一些文化 來理解當代這種很不確定的一些經濟發展 所以我這裡是談說 其實在人類學的脈絡之下 對於這一些新自由主義的結構的討論 比較聚焦在譬如說 地方社會的性質的改變 或者是對於族群的一個討論 會加入對於階級的討論 或者是族群文化駙碼 如何跟經濟結合的討論 或者是對於親屬 對於宗教 其實都有很多面的討論 甚至對於國家治理 其實就會討論到說 國家治理跟資本主義跟地方社會 之間的一些非常多重複雜的關係 我想說其實親屬我已經講過 宗教我們會慢慢再講 所以你們大概 宗教族群我們慢慢都會再提到 所以你們大概有一些這樣子的了解 就是在當代脈絡之下 人類學還是重新去問 親屬是什麼 宗教是什麼 族群是什麼 這一些非常根本的問題 其實我之前有談到一個賽德克的文化產業 其實也是放在這樣子的脈絡 因為在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之下 其實經濟會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來呈現 包括跟文化的結合 就是經濟為什麼可以這麼powerful 就是他已經用各種 譬如說跟宗教跟文化 可以相互結合 然後在這個脈絡之下 所謂的經濟所謂的資本也有一些改變 我們談資本 就是從15世紀開始的所謂的商業資本 到後來的工業革命的工業資本 然後到後來我們談的社會資本 文化資本 其實在當代脈絡之下 所謂的文化資本 跟所謂的虛幻資本 是被強調的 你知道什麼叫虛幻資本 我們等一下消費的時候會談 虛幻資本就是讓你有幸福的感覺 你在消費的時候 你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這個等一下消費的時候 大家應該可以舉很多例子 譬如說我買了一台車 我可能覺得我就自由了 然後你知道所有的廣告 都在販賣這種虛幻資本嗎 買了一台車我就自由了 我就可以上山下海 或買了一台車 我就可以有溫馨的家庭生活 我就可以帶著全家人出遊 其實當代的虛幻資本 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自己其實有一篇文章 就是之前在談那個文化產業 賽德克文化產業 我有談到說 其實文化產業 就是那個賽德克的織布的過程 其實文化也 就是文化 文化產業是經濟跟文化的一種結合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文化也產生改變 就是文化其實會被重新建構 或者是被標準化 課題化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他也會被拆解重組 以新的面貌再現 然後一一會被競爭或重新詮釋 甚至這一些文化的一個 重新建構的過程 是當地人在內在需求 跟外在的需求之下 不斷地轉化的過程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文化是一個 文化認同是一個很動態的過程 甚至是權力展現的場域 充滿了競爭協商 跟在創造的可能性 這是我之前就是在談交換的時候 我談文化產業大概要談 就是我談說 其實文化產業的過程中 譬如說對於圖文 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詮釋 可是我也很強調說 其實織布作為一個 塞德克女性的儀式 其實他們也在當代脈絡之下 不只是像過去一樣 透過織布來實踐他們的文化 就是Waya這個文化價值 其實在當代脈絡之下 他們也透過織布 來面對在當代之下 非常紛亂的情境 然後在織布的過程中 可以不斷地修正自己的內心 或者是可以讓自己很焦慮的心情 重新沉澱下來 然後可以面對更完整的自我 就是你們如果還記得 在交換那個禮拜我談的文化產業 大概是放在這樣的脈絡 就是文化跟經濟的結合 然後文化其實是一個非常動態的過程 甚至是一個 每一個人可以有不同的競爭性的詮釋 以及在創造的過程 這是人類學很重視的 就是在所有的經濟變遷裡頭 人類學大概是最強調那個文化的脈絡 然後即使文化是跟經濟結合 可是對於當地人而言 其實還是提供他們一個安身立命的方式 其實我一直在談說 其實文化應該是對每一個人有意義 因為他提供一個 你在當代秩序之下 安頓自己的方式 就是在人類學的視野 你們如果對這一些相關討論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看Karmelhoff 他有一系列的書都在做這個討論 然後SEBA 裡頭 我有放進去他兩篇文章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認為在當代脈絡之下 有一些新的議題的出現 然後還有一個Sharlings 他也提到 他有一篇文章我應該有放到SEBA 就叫什麼是人類學的啟蒙 他在談的是說 其實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 當地文化不一定會消失 反而資本主義會跟當地的文化相結合 而有很多嶄新的面貌 然後他那一篇文章 其實他用了很多世界各地的民族誌在談 譬如說我們談過的 Kwakutu 他談說資本主義進入之後 如何跟當地人再分配的體制結合 或者是談到新幾內亞 資本主義進入之後 如何跟當地原有的禮物交換結合 都可以緩和資本主義所可能 帶來的異化的問題 他這裡頭還有談到中國的例子 他說中國其實在剛開始接觸 西方的資本主義的時候 其實中國人是用朝 就是西方人是來向中國朝貢 這樣子的觀念在理解 就是他每一個例子都講得很簡短 可是我想背後都有很多的文化的 或者是原有的社會文化的脈絡 譬如說他提到英努特人 英努特人是過去我們稱之為愛斯基摩人 然後他們自稱為英努特 他說英努特原有的那一套 擴充性的親屬關係 其實在當代脈絡之下 其實會不斷的被強化 就是英努特原有的親屬關係 除了核心家庭之外 其實所有的譬如說 所有的我們講的那個 唐表兄弟 他們都用同樣的稱呼 其實這一個親屬稱為 會跟美國的親屬稱為比較像 就是他們所有的 我們稱為姑姑阿姨的 他們都叫做Aunt 然後我們稱為伯伯叔叔 他們都叫Uncle 然後我們稱為唐表的 他們都叫就是有一個cousin 就是他們有自己的語繪 他們是擴大型的親屬體系 然後這一篇 沙利斯這篇文章談說 其實他們這樣子的一個 擴大型的親屬體系 在資本主義之下 反而會被強調 因為你在資本主義之下 你必須要有更多的社會關係 去開展 在當代的脈絡之下 去開展各種的經濟發展的可能 所以他基本上在問的是 其實資本主義 他要談的是資本主義是一個不斷 自我轉化的過程 對於當地人而言 什麼是發展 是要跟當地的社會文化相結合 所以也緩和的資本主義 所帶來了很多異化的問題 接下來還是要進一步去談說 我們剛剛談的主要是 談全球跟地方不斷的辯證的過程 其實最後一個部分還是要回到文化 那其實這一部分的民族誌 我在上一堂課已經談了 黃英貴老師的布農的民族誌 然後跟我的賽德克的民族誌的對照 然後黃英貴老師的布農的民族誌 我談到喊尼毒 談到說他們 其實當地人認為 就是自己有喊尼毒 然後儀式性的作物有喊尼毒 各種的動物土地都有喊尼毒 所以各種的經濟活動 是這一些喊尼毒之間 不斷對話的過程 那我上一次還沒有講完的是 可是喊尼毒的觀念在當代 其實已經產生改變 因為西方宗教進來之後 開始把喊尼毒詮釋為 好像比較是負面的鬼 就是開始有一些不同的詮釋 那黃英貴老師的論文 的著作裡頭有談到說 雖然喊尼毒開始 他的意義已經有一點改變 可是所謂的文化關係 就是文化內化成為你的一部分 那個habitus 那一種跟人的 跟各種的 譬如說土地 動植物互動的方式 那一種文化關係 或者是實踐的方式 其實還是繼續影響著布農人 譬如說他談說 雖然現在喊尼毒的觀念已經在改變 可是布農人很強調夢瞻 就是他們透過做夢 來跟各種不同的喊尼毒溝通的 這一種文化關係 到現在還非常的重要 就他說已經不是用喊尼毒這個觀念 在解釋那個人跟各種精靈的互動 可是有一些那種內化了一些實踐的方式 到現在還是非常重要 像做夢 那環貴老師就說 他其實他從1970 幾年開始做布農的田野 他經歷了921 然後就是跟當地人有一些逃難的經驗 有一些避難的經驗 他說他突然開始變得很會做夢 就有時候田野是很難講 然後就開始會跟他的房東們分享他的夢 對於當地人而言 其實你透過做夢 其實是可以進入他們那個更內在那個精神的世界 就是我要談的是說 即使在當代有一些文化觀念可能在改變 可是有一些文化的慣習實踐的方式 其實還是在影響著我們 然後我有談到我的賽德克的例子 就是他們在種茶的過程中 他們還是很強調 每個人要做自己的老闆 然後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來解決 種茶的過程所需要的各種資金技術勞力的問題 甚至他們認為種茶的過程 其實他們在種茶的過程中 他們會重新界定家 就是家在 泰亞太魯格賽德克的脈絡之下 本來就是一個有多重產性的範疇 所以這樣的一個文化邏輯 在當代脈絡會特別被強調 他們會界定不同範疇的家 來解決當代的各種資金技術勞力的問題 接下來其實我就看能講多少就講多少 因為人類學對於文化的討論真的是太多了 我這裡談Gudeman 的研究 因為他特別強調經濟是一種文化 我其實上禮拜也有談到說 其實人類學談到最後經濟是一種生活方式 就是我用了一個釣魚的小孩跟資本家的故事 其實經濟在人類學的討論中 他是一種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 所以我就舉了 其實有Gudeman 這一個人類學者 他有一本書就叫 Economics and Culture 經濟作為文化 他舉在這一本書裡 他舉了很多世界各立的意思來談說 對於他們而言 你要了解經濟 只有從那個文化最聚焦的隱域來了解 譬如說布農藥從哈密度 譬如說塞德克從瓦亞 然後譬如說他這裡所談到的非洲的北霸人 他們基本上是由酋長進行再分配 那對他們而言重要的文化隱域 是酋長是活的祖先 所以他必須要像祖先一樣照顧所有的後代子孫 所以酋長要負責所謂再分配的工作 可以保障所有的子民們 就是生活都會受到照顧 所有的觀寡孤獨者都會受到照顧 所以他們最重要的一個文化隱域就是 就是自然好像祖先 然後酋長就是活的祖先 然後酋長必須要不斷累積剩餘 去分配給生產不足的人 然後譬如說 他也提到辛吉內亞的多部人 他們種植蜀域 他們認為蜀域是人的轉化 表達他們對人的期待 也是氏族的隱域 就是他們在種蜀域的過程中 會有很多的巫術 巫術我們在宗教的時候會進一步討論 然後這個巫術的過程其實是表達 他們對於人的期待 就是蜀域好像他們對待人 他們會用巫術 用巫術來希望那個人可以服從我 然後蜀域可以長得非常的豐盛 然後因為蜀域本身 他會不斷的自我繁衍 所以也表達他們對於氏族的期待 就是他們希望氏族是可以獨立自主的 可以是內婚的 可是實際的情況 氏族一定要對外通婚 才可以繼續繁衍 所以他們種這些蜀域的過程 其實是表達他們對於人的期待 對於氏族的期待 正是Gudeman 在經濟作為文化的時候 他談說其實必須要從每個文化的 聚焦的隱域來了解經濟是什麼 然後我就補充說 上一次我們談的布農的喊尼圖 或塞德克的花雅 大概都是可以 都是必須要從文化來了解經濟 如何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然後接下來Gudeman 的研究 還有一篇在談哥倫比亞的家庭農場 我舉這個例子是因為 可以跟我們上禮拜談到 Shanab 所談的家庭農場做一些對話 然後我上禮拜有推薦大家看DVD 《五米熱》 其實在Gudeman 的這一個 家庭農場討論裡頭 他就談說其實對於當地人而言 工作是一種家的實踐 家是一種 就是你在工作的過程中 其實是在維繫這個家 維繫跟土地的關係 跟神靈的關係 他們很重要的是 他們認為土地本身可以儲存力量 而土地的力量是來自於神 所以人是透過工作 然後才會跟神建立互惠的關係 所以工作是為了建立跟土地跟神的關係 那他們工作所得 你知道鄉民社會就是工作 那個作物會賣出去 可是賣出去的這個錢不是用來再投資 而是必須把這個錢再轉化成為農作物 或者是動物 工具 種子 就是鄉民社會他們基本的文化邏輯是 這一些作物他賣出去之後 他所賺到的錢是要重新回到這一片土地上面 他必須要投資在各種農作物 動物 或者是種子 是要增進土地的力量 是要去增進那個家的基礎 所以這個對他們而言 經濟就是一種家的實踐 是一種跟土地跟神靈建立關係的過程 其實這一個脈絡 我就覺得吳米勒裡頭 其實講的還滿 就是還滿感人的 就是對於這些農人而言 其實他們工作的經濟所得 真的是非常有限 而在過程中他們有各種的 跟那個各種的 就是各種神靈的關係 各種神靈的生日 然後跟各種節氣的關係 因為我想說一個學者 都是一系列的作品 所以我就想說 那就聚焦在郭德門去談他一系列的作品 他談經濟作為文化 談說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增進那個 就是你在種植生計作物的時候 其實是要增進那個家的 就是增進那個家的基礎 土地的力量 甚至是在跟神靈土地建立關係 然後他有一本 就是他在 也是economics and culture 這一本書 然後還有他有一本 談那個 rural economy 的書 都有進一步去談 那巴拿馬的農民 他們在面對 各種的經濟變遷的過程中 那原有的生計作物 如何跟後來的經濟作物 甚至跟政府的堂場相互結合 就是人類學其實還是會把所謂的經濟 放在一個變遷的脈絡 因為當代很難有完全種植經濟作物的鄉民 他們一定會有各種不同的經濟方式 同時結合這個生計作物的種植 那Gunermann 這裡最主要要談的是 所謂的鄉民經濟 就是我們在上禮拜所談的 Shanav 的鄉民經濟 他其實必須要放在一個很大的政治經濟脈絡 譬如說在巴拿馬的情況 就是家庭農場家戶生產方式 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更大的政治經濟脈絡 允許這一個家庭農場或家戶生產方式 可以繼續的實踐 所以他就去談說 其實在巴拿馬的整個經濟發展過程 其實農民可能幾百年來 一直都是在種植生計作物 可是在1903 年 巴拿馬從所謂的大哥倫比亞脫離出來之後 就是巴拿馬獨立 國家就把原來鄉民所耕作的土地 撤封給在獨立運動中有功的將軍 可是這些將軍又不是居住在鄉村 他們就是所謂的不在地地主 他們擁有土地的所有權 可是他們又不是住在當地 那農民還是繼續過著他們幾百年來 一直在做的一個家戶生產方式 生計作物的種植 可是這樣的情況 在1940 年有改變 1940 年當地開始種植甘蔗作為經濟作物 然後農民就開始種植經濟作物 然後甚至到了1950 年的時候 因為不在地地主想要把土地賣給 其他的資本家來做羊 可能做畜牧業 其實這也是在英國發生的情況 因為英國那時候的權利運動 可是英國的權利運動是 當很多的地主把土地圈起來賣給資本家 從事各種的畜牧業 或高經濟作物的種植的時候 英國情況是農民就開始要往都市 然後開始成為都市裡頭的薪資勞工 可是在巴拿馬的情況是 當不在地的地主要把地圈起來去賣給 就是賣給其他的資本家的時候 其實農民產生的各種的社會運動跟抗議 我想也是跟他們的文化傳統有關 其實他們有很多的社會抗議 之後就迫使國家1963 年收購土地 1973 年就建塘廠 就是由國家來作為一個國營企業來蓋塘廠 然後僱用所有當地的農民 所以農民不會因此失業 不會因此必須要到都市成為薪資勞工 他們成為自己土地上的薪資勞工 就受僱於國家的堂場 然後其實就是我這裡讓你們看到的是 其實每一個地方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 其實那一個地方社會跟國家 可以有不同的因應方式 他們就不會產生像英國一樣的 那個大規模薪資勞工聚集在都市 然後開始被資本家剝削的情況 那郭德門其實更重要是在去談說 生計作物的種植 然後經濟作物的種植 到所謂的國家堂場這個階段的過程 其實所謂的土地是什麼 勞力是什麼 作物是什麼 當地人都有一套文化的隱喻 其實在生計作物的種植的時候 他們認為 他們那個時候對於土地的看法是 他們認為土地是有自然的生產力 土地它可以不斷地 土地本身是具有生產力 它可以不斷地產生新的作物 這不是因為人去種 而是土地本身是有生產力的 那人要做的只是什麼呢 人要做的就好像去剃頭髮一樣 土地就好像土地會長作物 就好像人的頭皮會長頭髮一樣 那人要做的只是去修剪頭髮 去剃除雜草而已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認為土地有它自然的生產力 而不是人給予的 然後這個時候他們對於作物的看法是 他們要選要種什麼的時候 是強調那個作物本身很好準備 很好種植甚至很好吃 他們強調是那個taste 的味道 然後他們對於勞力的看法 那個時候勞力也還不是用時間來計算 他們對於勞力的看法是說 你種植什麼樣的作物 多大片的面積所需要的勞力 就勞力是一種職的觀念 是一種每一個勞力 你種不同的作物 其實那個勞力的性質都是不一樣的 它是一個一直性的觀念 而不是當代我們勞力都是用時間來計量 我們當代勞力是同質性的 然後他們在選擇作物的過程中 也可以不斷地在實踐自我 這個是在生計作物的種植 然後到了40 年代 50 年代開始種植甘蔗之後 其實他們因為甘蔗作為經濟作物 農民就開始把土地 就是個人個人把圈一片土地來種經濟作物 因為經濟作物要賣錢 他就開始有所謂的私有財產權的概念 然後其實這個土地並不是他們 所有權不是他們 可是他們在種植的過程中 就會把土地圈起來 然後每一塊土地就開始有農民個人的名值了 然後這個時候勞力的計量也開始同質化 用時間來計量 就是你種多少的甘蔗需要多少的時間 就這個時候勞力的性質已經開始改變了 然後後來當政府糖廠進入的時候 他們作為薪資工人受僱於政府的糖廠 可是這個時候土地的性質 他們土地的性質開始改變 土地就開始有所謂國家的編號 有所謂的地號 然後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薪資勞工 他們沒有辦法自己選擇要種什麼作物 然後他們開始作為薪資勞工 就開始在出賣勞力 自己不再是自己勞力的主人 就開始有朝九晚五的生活 然後他們開始有很多對於工作的抱怨 因為工作不見得是可以實踐個人的價值 就是他基本上大概先建立的 這樣的好像ideal model 就是從生計作物 經濟作物 到薪資勞工的過程中 對於土地 作物 勞力 開始有不同的隱喻 有不同的論述方式 可是他整個要強調的是 其實所謂的生計 經濟 現金作物 跟僱傭勞力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這三種生產模式 會有各種不同的結合方式 我們剛剛談到了對於土地 作物 跟勞力的這些隱喻 其實會在各種不同的場合相互的結合 甚至他們即使在受雇於薪資勞 就是受雇於堂廠當薪資勞工的時候 他們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 在開墾做他們自己的 種他們自己的生計作物 然後他們其實 因為他們受雇於堂廠 然後他們也詮釋說 就是他們受雇於堂廠不僅領薪資 還領那個堂廠的紅利 然後他們也認為說 因為自己是這一塊土地的主人 因為他們長久以來在這個土地上面耕作 他們跟這個土地有 跟土地的神靈是有關係的 所以他們領到的薪資 領到的紅利 其實不是只是被異化的錢 裡頭是有證明他們是這個土地的主人 就是他們其實可以有很多在詮釋的方式 來避免自己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被異化 他們還是強調因為自己在這個土地上長久的工作 所以他們才能夠受雇於堂廠 領取固定的薪資 甚至可以分配到紅利 所以整個顧登的強調是在談經濟式文化 然後在不同的生產模式過程中 其實對於土地 作物勞力都有不同的隱喻 可是重要的是 所謂的發展是這一些各種不同的生產方式 不同的隱喻相互結合衝突跟轉化的過程 甚至每一個人可以有他自主的詮釋的空間 就是他要如何去結合這一些各種不同的隱喻 這個是在古德門強調的 就是在經濟變遷的過程中 其實文化還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後透過個人的詮釋 其實人可以避免被資本主義異化 因為他們還是強調人跟土地的關係 人跟作物的關係 雖然那個關係也都在改變 後面本來要放一個更複雜的 關於南美洲的惡靈信仰 跟資本主義之間的結合轉化 不過那個真的很複雜 我如果在宗教有時間的話 我再補充 就是那個民族字其實是在談 其實當資本主義進入之後 玻利維亞的礦工 或者是哥倫比亞的農場工人 是把資本主義 用過去的惡靈信仰來解釋資本主義 他們認為資本主義雖然會帶來短期的繁榮 可是一定會帶來破壞跟死亡 就是他們對於異化的問題 其實是有自覺的 就是這一個民族字其實蠻複雜 會牽涉到他們過去的惡靈信仰 他們對於自然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因為自然本身是有神靈的 然後他們面對資本主義的時候 他們用惡靈信仰來詮釋資本主義 就是會有短期的繁榮 可是會帶來破壞跟死亡 可是這個過程中 其實過去的惡靈信仰也開始改變 因為過去的惡靈信仰是善惡之間 是一個不斷轉化的過程 沒有絕對的善跟惡 可是到了當代的惡靈信仰 就開始有所謂絕對的善惡 這個民族字複雜在 其實會牽涉到南美洲的一套 對於自然的概念 然後還有他們一些神靈的概念 甚至在天主教進來之後 其實他們原有的認為自然具有 自然具有一種人沒有辦法控制的力量 這樣的概念 其實即使到天主教進來 殖民國家開始不斷想要去收編當地的力量 可是當地人所具有那一種不被控制的力量 其實都還是隱含著一些反叛的可能性 南美洲民族是非常非常的複雜 所以我特別去了一趟南美洲 就可以感受一下 其實他們對於自然的概念 對於那一種各種沒有辦法 被當代理性所收編的力量 那一些想法 其實在當代也有一些很不一樣的發展 我們現在就開始進入消費 消費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在人類學的討論中 其實可能跟那個文化研究的討論的那個比重還沒到那麼高 就文化研究談當代的大眾文化 談各種符號的各種的所指不斷的重新 重新再生產或者是 就是那個符號體系如何運作 如何去建構所謂的reality 這個其實在文化研究中談很多 那人類學的消費研究其實也是剛起步而已 而且還是會比較放在跟社會文化的對話 就比較不像文化研究談那個符號體系可以非常非常的 就是符號體系有他自己的製成一格的邏輯 那在人類學裡頭我們會把消費物質文化 放回社會文化脈絡中來討論 那我其實只是想 因為我想說應該是留給你們 這兩篇文章都是要留給你們去討論 就是透過這一些誓言 你們可以反思自我的消費行為 到底如何去建立自我的認同 表達自己的文化跟自然的態度 或者是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 所以這兩篇其實算是導論性質 就是希望你們自己在 反身性的去思考自己的各種消費的行為 那我這裡只是告訴你們這兩篇文章的結構 因為我想應該要留待你們的一下討論 Mary Doggers這一篇文章的結構 他大概是去談說 其實消費本身是一個可以表達所謂的文化 消費者其實透過消費行為 是在表達他自己的文化態度跟對自然的態度 而且背後也隱藏著他對於人的看法 對於家庭關係 對於職業選擇的看法 那我這裡大概談說他認為有幾種重要的一個文化態度 他認為其實選擇商品就是在不同文化之間做選擇 然後四種文化形態分別是個人主義 階級制度 抑鬱分子或者是特立獨行 好 那個人主義是他就比較強調所謂的人跟人之間的相互競爭 然後階級制度強調的是傳統的制度跟家庭 抑鬱分子強調的是一種簡單直率 親密的生活態度 特立獨行者他比較不喜歡繁文路節是自由而孤僻的 好 你可以想一想自己透過消費行為可以表現出什麼樣的文化態度 其實基本上你們如果用各種的物來想好 譬如說車子 我剛有講說你其實在買車子的過程其實也表達你某一些 自我認同或文化態度 譬如說有些人買的車子是要那種可以上山下海 然後非常 車子就是自己的一個空間的一個擴展 所以其實有一些人買車子是強調他的速度 然後強調他的性能 他可能比較接近那個個人主義式的 他要透過車子來展現自己生活的能動性 然後有些人買車子可能要強調他可以載很多的家人嘛 所以他買車子其實強調的就是表現的是 他是一個比較階級制度式的強調傳統的價值 然後像我是不買車因為我覺得很不環保 所以我比較像是抑郁分子 因為在台灣其實我到英國的時候 公共運輸也都大眾運輸也都很方便 好那有些人可能就不買車嘛 然後其實他你不只可以透過車子來想 你們可以想一下 譬如說你們的你們現在還買不起車嗎 你們的服飾有沒有可能去表達你們的文化態度 譬如說我大學的時候我們 我們那個時代好像都流行三毛的散文 有人看過嗎 我們時代沒有差太多 好就我們那個時候大概就是每個都喜歡穿波西米亞風啊 都要去流浪啊 因為那個時候好像就是台灣剛解嚴的時代 然後你好像突然從一些很禁錮的氣氛中開始解放出來 然後開始對於就是有很多的夢想要四處去旅行 好你們可以想一想你們當代會透過服飾來表達什麼樣的文化態度嗎 或者是我們同學還舉過例子 就是我們現在的消費就是一種小確幸嘛 就是從日常生活中獲得一些小小的滿足 譬如說飲料 你們喜歡喝什麼飲料 我們同學有分享過現在飲料都有文清風嘛 譬如說有什麼失戀的時候喝的 工作不順利的時候喝的 你們有喝過嗎 就因為飲料它的那個口感那些顏色 都可以帶來一些小小的滿足 就我們同學會分享當代的各種小確幸嘛 好所以今天的討論課應該你們有很多個人可以分享 或者是如果是居家風格 即使你們現在可能住在不一定住在家裡嘛 不管住在家裡住在宿舍 其實你們還是會裝飾你們自己的房間嘛 你們會強調比較自然的 極簡的還是要非常的繁複古典的 其實居家風格就是十一住行 其實都可以表達你們的一些文化態度嘛 好那我們同學還會分享 其實這一堂課常從同學這裡分享到很多 哇當代的年輕人很精彩 就日常的生活你可以賦予他很多意義 譬如說文清 我們同學就會去分享說 所謂的文清是如何透過各種消費行為建構起來的 譬如說要戴什麼樣的眼鏡 用什麼樣的相機 聽什麼樣的音樂 穿什麼樣的衣服跟鞋子 其實同學可以透過很多的日常生活的例子來談 其實透過消費人在表達一些自我的認同 你在告訴別人你是什麼樣的人 然後你慢慢的也相信自己是這樣的人 好然後四個文化態度呢 他認為其實跟這四種對於自然的態度相對應 所謂的個人主義者 他強調的是自然 其實這個圖畫的很好 這個是個人主義式的 然後階級的你們看得懂嗎 我覺得畫得很好耶 異議的或者是特立獨行的 他的解釋就是個人主義者 認為自然是強認的 所以你看自然不管他如何擺盪 他一定會回到中間的平衡 然後所謂的階級制度者 認為自然是在一個限度之內強認 所以你要建立制度 可是又不需要完全的干預 好 就是這個是他的圖 好階級主義者 他認為自然在某一個限度強認 所以你不能超過他的限度 你只要在這個限度之內 自然會再回到他的平衡點 好 然後第三種自然 意義分子認為自然是非常的脆弱的 所以他們不同意任何的那個 對於自然環境的破壞 然後支持綠色的團體 這個是意義分子的對於自然的觀點 就是自然在非常脆弱的 就是他是一個你只要給他任何的干預 都可能會傷害到他的平衡的狀態 好 然後所謂的特立獨行者 他就是比較疑似獨立的 他就認為自然其實是 自然是不可預測的 他可能會往任何的方向發展 好 所以這四個圖 大概他認為不同的文化態度 也表達了各種對自然的態度 然後後面有進一步去談說 其實也表達你對於人的本質 你的家庭關係 你的職業的選擇是什麼 這個我就不多談 因為我覺得他後面有一點點 好像很牽強的 要把很多很複雜的事情 套到這個架構裡 好 那Mary Douglas她大概 就是告訴我們說 其實在當代 畢竟是一個物質文化 跟消費的時代 所以我們還是必須要正視消費 我們透過消費 要表達什麼樣的自我認同 什麼樣的一個對自然 跟文化的態度 然後接下來有 Daniel Miller 我等一下會再講一篇 他比較理論的文章 那這一篇就是他比較 民族制的一個簡單的文章 他基本上也是在談 消費是我們當代必須要正視的 那一開始是談說 其實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 認為消費是一種 就是認為消費會讓 會讓人忽略了資本主義 社會之下的各種異化的惡 就是他這個是Daniel Miller的詮釋 他說西方馬克思主義者 通常認為文化工業 或者是透過消費 會讓人迷思在這一個光怪路里 五光十色的物質世界 然後就忘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 如何受到剝削 就是Daniel Miller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 不強調消費 甚至消費會神秘化 那個整個資本主義 異化的特質 因為消費會讓人迷思 在五光十色的一些物質文化 跟慾望當中 可是Daniel Miller他基本上的態度是 他做的是千里達的研究 做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千里達的研究 他基本上的態度是 其實消費其實是一種 他不像左派所談的 其實是神秘化的資本主義的問題 反而透過消費 人可以表達他的政治的態度 消費是一種微觀的政治經濟學 這是他最重要的一個論述 那他前面有很多的敘述 包括他談說消費其實是 有一種愉悅的跟焦慮的感覺 那他這個討論其實都還蠻淺的 譬如說消費的愉悅 就是讓人暫時跳出所謂的家務勞動 然後可以到一個更大的地方 去跟去建立社會關係 然後緩和家務勞動的那一個壓力 然後他就是他認為消費有他愉悅的面向 有他焦慮的面向 焦慮的面向就是當你在 跟你的家庭成員分享你對 譬如說某一個洗衣機的知識 某一些消費品的知識的時候 你就要競爭 你們對於這些消費品的理解跟知識 那這時候就有競爭跟焦慮的可能 可是我覺得他這個討論其實還蠻淺的 因為其實有一些消費文化的研究 其實對於人的慾望 就是人的慾望如何被建構 然後那種愉悅跟焦慮的那個更真誠的面向 其實有更多的討論 不過他其實比較是民族誌的書寫 那他接下來要談的是 其實除了這種愉悅跟焦慮的面向之外 其實購物是一個微觀的政治學 譬如說他開始去談說其實在千里達 他們也是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 他們必須要開放市場 所以當地就有很多西方來的商品 那雖然當地的民族主義者鼓吹要愛用國貨 可是當消費者面對西方商品 價美物聯然後又非常多樣化的選擇的時候 他們就忽略了他們平常可能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他們在消費的時候還是會選擇西方的商品 所以他說消費已經形成一種跟民族主義 可以競爭的一個力量 然後甚至消費其實可以打破很多的族群邊界 因為當地有華裔有非裔有當地就是 比較長久居住在當地的人 那他們其實彼此都有不同的族群都有 對彼此的刻板印象 他們認為華裔可能就是很愛賺錢啊 守財奴啊 斤斤計較啊 然後認為非裔就是可能就不愛工作啊 不愛存錢啊 就他們其實族群之間都有一些刻板印象 可是當他們在消費 因為分享同樣的消費的資訊 購買同樣消費的商品 其實可以緩和這一些族群的刻板印象 好 甚至就是他談說其實消費是一個微觀的政治學 其實他對於政治都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制衡或競爭的力量 甚至他說你在消費的過程中 你的選擇包括你可能選擇 你可能會選擇對生態友善的商品 你可能會選擇拒絕同工的商品 就是很多的棉資品必須要標示說 他可能是在當地生產的時候沒有僱用同工 或者是有一些譬如說化妝品 他沒有使用所謂的動物實驗 或者是有一些商品 他要怎麼樣回饋到公平交易的機制 就是他說其實你在消費的時候 都在表達你對於政治的主張 譬如說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個支持 或者是對於生態保育的支持 所以他基本上從這一些小小的例子裡頭 他去談說其實消費是可以 可以超越左派跟右派的偏見 因為左派就是譴責想要獲得商品的欲望 右派是關心如何選擇 就是消費者關心的是如何選擇 可是他認為消費其實是可以超越這樣的對立 因為你在選擇的過程中其實表達的是 表達的是你的一個政治的態度 而且甚至可以跟國家或商業資本家的力量相互抗衡 就是他透過一些小小的民族制 在談的消費的面向 這一方面其實基本上我覺得 他就是一個很現象的描述 其實選這兩篇文章是覺得 他可以激發你們更多對於自我消費行為的一些討論 好那接下來Daniel Miller有一個比較 有一篇比較學術理論性的文章在談 物質文化與消費 那一本書裡頭 Material Cultural and Mass Consumption 這一本書裡頭 他就是透過各個不同的西方學者 在談消費的消費跟物質文化的面向 好Daniel Miller這一個就是他的介紹 他在UCL就是英國的大學學院裡頭 然後他用的是黑格爾的概念 好就是他每一篇文章用一個哲學家的概念 可是他其實很意識到說 他用了這一些哲學家某一個概念 那可能也不見得真的是這些哲學家 他們自己所討論的 譬如說他對於黑格爾的用的概念 是正反合的概念 就是他對於黑格爾的詮釋是 黑格爾強調主體是一個創造的主體 就是你主體創造了一個物之後 創造了一個課體之後 你又不滿意這個課體是外在於你的存在 所以這個主體又想要把課體吸納進來 在吸納的同時又建立一個新的主體 就是他用了黑格爾的是這樣一個正反合的 一個辯證的一個方法論來談主體的建構 他認為主體是一個創造的主體 沒有所謂鮮豔的本質的主體 反而你在就是在消費的過程中 在使用物質文化的過程中 是不斷的把這一個物的意義吸納進來 重新建立一個新的主體 就是所謂的主體是一個創造的過程 是在主客的主客 在就是正反合就是主客 然後重新整合的過程中去創造出一個新的我 這是他用黑格爾的方式 等一下哲學系的同學可以表達 因為他自己也知道他這個用法是有問題的 他說黑格爾其實本身是一個觀念論者 就黑格爾其實談一種geist 大家好像就翻成精神 或者是他文章裡頭把它翻成 所謂的絕對理性或者是神的意志 他說黑格爾的討論是在談說 所有的語言文化制度歷史 都是讓人不斷透過這一些實踐的過程 去接近所謂的geist 所謂的絕對理性或精神的一個過程 那黑格爾本身是一個觀念論者 因為他要談的是那一個在這一些歷史 或者是文化跟制度的實踐過程中 達到那一個就是那一個geist的 或絕對理性的過程 可是Daniel Miller他很意識到說 他要談消費文化 他不是在談絕對理性 不是在談精神 他是在談實證的面向 他是把黑格爾從一個觀念論者 變成一個經驗論者 就我們在日常生活的層次 如何透過不斷把客體的性質吸納 進來建立一個新的主體 他認為他在這一個方面 是把黑格爾從一個觀念論者 轉變成為一個經驗論者 就他很清楚知道說 他用的是黑格爾的一個主體 客體 就是主客對立辯證 不斷超越建立新的主體的過程 這樣子的一個方法論跟論述 可是在知識論上面 在本體論上面 他其實是跟黑格爾不一樣的 他的整個論述大概是這樣 可是他這篇文章真的非常的奧口 我大概念一下他的論述 他說一個是創造性的主體 他說主體是創造性的主體 所以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透過創造 主體向外部擴展的自我 接下來主體意識到 這個創造物在置身自外的事實 而且不滿足於這種分離 所以接下來他以不滿足作為動力 重新結合外在的物進入主體 主體透過這個結合的過程 而被轉化 就是我剛剛不斷在談說 主體是一個不斷整合 把物整合進來 重新建構新的主體的過程 所以他認為消費或物質文化 具有這樣子的一個意義 好 所以他認為說其實 在黑格爾的系統裡頭 主體、客體跟過程的各種關係 是過程的產物 並沒 就是主客之間是相互辨證的 不存在鮮豔的主體 在主客相互建構的過程中 主體或客體才存在 那他利用黑格爾的一個方式 那他認為其實 可是在黑格爾的觀念裡頭 是透過這一些動態相互辨證的 的認識方法跟過程 人類可以藉此探索普遍的理性 就是Gaist 然後黑格爾認為所謂的普遍的理性 是內在於所有的文化知識跟制度 然後人必須要透過各種的實踐 跟歷史的過程 才得以慢慢的接近或得知 這一個普遍的理性 這是他對黑格爾的詮釋 那他可是 但是Daniel Miller他特別強調的是 人如何就是 就是客體就是所謂的物質文化 作為一個客體 然後主體是透過創造的過程 外在化自我 就是客體其實是人所創造出來 是一個人的外在化的表現 可是又透過整個在吸納的過程 重新吸納這一個外在化的自我 然後這個在吸納的過程 是創造物跟他的主體之間的一個 就是透過在吸納的過程 豐富的主體 超越那個主客的二元對立 那這裡有一些他對於黑格爾的描述 其實他很清楚是要談的是 黑格爾裡頭所談的主客不斷對話 重新創造主體的過程 還有這一個 把客體再吸納進入主體的一個過程 就他利用他用到黑格爾的面向是這樣 所以他談說客體化是描述主體 跟客體被創造的關係 這個關係是一個過程 永遠都處在進行中的狀態 不過對於黑格爾而言 客體化的所有階段都是為了通向 對普遍理性的認識 包括各種的文化語言制度 然後Daniel Miller 卻是利用黑格爾這個客體化的概念 凸顯在消費過程中 人跟物的主客關係的辨證性 與進行性 還有主客之間 跟過程之間的不可分 就是主體客體過程之間 是一個不斷辨證 重新創造新的主體的過程 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他把黑格爾從一個觀念論者 降格為一個經驗論者 因為他要談的是日常生活 人如何透過物質文化 透過消費的過程 再吸納客體 重新創造一個新的主體的過程 所以他認為文化作為一個過程 沒有任何獨立存在的主體 個人或社會 他們都同時是文化的一部分 是在建構文化的時候 文化建構的產物 然後物質性是作為這個 建構過程的重要部分 就是我們在建構的過程中 其實不斷在創造新的主體 然後不斷在創造新的文化 好 這個是他的一個 比較理論性的討論 其實這一篇文章 我也有放在SEBA 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還蠻精彩的 很多哲學觀念的重新運用 然後最重要的是他知道 他跟黑格爾不一樣的地方 他不是濫用 好 那這個沒有問題嗎 他的這一篇文章 大概是人類學消費研究裡頭 還蠻重要的一篇文章 那當然物質文化的討論 我覺得在當代 真的是很蓬勃發展 其實你們可以參考更多 相關的文章 或相關的書籍 那接下來我要談的一個 民族制式命詞 寫的一本Sweetness and Power 它有中義本 叫甜語權利 然後有一些相關的書 因為我比較喜歡 把消費放在一個 我們剛剛談的 世界體系的脈絡 消費要放在一個殖民 資本的一個生產脈絡之下 這是我喜歡的方式 可是我當然完全肯定說 當代消費有一個很不一樣的 像Daniel Miller 剛剛所談的那個 創造性主體的過程 可是我接下來是要嘗試 把消費放在世界體系的脈絡 就是跟我們上一堂課的 比較可以銜接 然後除了命詞 這一本書之外 其實有一系列的 什麼糖的生命史 茶的生命史 葡萄的生命 葡萄酒的生命史 或者是 葡萄酒的世界史 然後馬的世界史 其實有一系列的書 你們都可以提供你們寫加分報告 因為都還算是 呃 不是那麼難入門 可是又有一些不大一樣的事業 那我接下來要談的是 水尼森泡爾 他是把糖的生產放在整個世界經濟的脈絡之下 世界體系的脈絡 好 好 你們知道糖在中世紀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奢侈品 就歐洲人認識糖其實是很晚 在歐洲的文獻裡頭 其實在西元前世紀 在 呃 雅利三大的遠征裡頭 開始去發現砂糖 可是歐洲真正出現砂糖 砂糖就是甘蔗的種植是在七八世紀 因為 因為伊斯蘭文明開始去往外擴展 然後治理歐洲的時候 他們也把他們原來種植砂糖的技術 灌溉系統各種製作的方式 其實整個都帶入到歐洲這一些地方 所以在七八世紀因為伊斯蘭的擴展 然後到了 就是讓歐洲 尤其是地中海區 開始有製糖的技術 甚至在十一世紀 基督教的十字軍動陣的時候 他們到了所謂的伊斯蘭的世界 然後發現更多當時伊斯蘭的文明 包括各種醫藥科學技術 還有製糖 其實整個種植甘蔗的種植過程 然後怎麼樣去徵用勞力 然後怎麼樣去精製那個糖 然後怎麼樣去運送 都有一套國家的治理方式 那其實歐洲是在十字軍動陣的時候 開始慢慢帶回這一些伊斯蘭的文明 好這裡告訴我們說 糖其實是很珍貴的 跟我們當代想的是不一樣的 然後糖在這樣的一個 真的是非常稀有的情況之下 其實當時一直到15世紀之前 其實糖在歐洲社會 其實糖在歐洲社會 它是一個儀式用品 因為它很潔白 還有這麼稀有 所以它就是貴族在宴客的時候 就是做一個糖雕 是一個自己身份地位的表征 其實上一次有同學在談說 現在有很多的那個什麼拉糖蛋糕 好就是可能那個當代糖的意義 也又重新變成一個那種技術的一個展現 好然後在歐洲中世紀 起碼15世紀之前 其實糖是非常稀有 所以它是一個儀式性的一個展示的 它可以代表那個主人的身份地位 就是你用糖做成各種製品 然後它也是藥品 你可以想說其實當時可能是那個 人缺少energy的時代 就是營養還不是那麼足夠的時代 所以很多藥品裡頭會加糖 然後糖也是調味品 它其實也是香料甜味劑跟醃製品 其實這一些糖的意義在Sweetness Power裡頭 那一本書裡頭 命詞它用了很多很多的食譜來講 我覺得還蠻精彩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那個食譜 好可是糖的 從這一些儀式性的或者是藥品 這一些很珍貴的性質開始轉變 其實是牽涉到整個殖民擴展的過程 就是15世紀末 葡萄牙開始在海外建立殖民地 尤其開始在巴西 開始種植甘蔗 然後到了16世紀的時候 因為荷蘭的火藥 然後也讓製糖的技術開始在英國跟法國 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開始種植 所以就是糖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殖民的擴展的過程 開始在加勒比海的小島開始種植 其實不只是糖包括其他的像咖啡 也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開始在巴西跟哥倫比亞開始種植 好然後在這樣的一個殖民的擴展過程中 好就是我剛剛談說 其實從巴西然後到加勒比海的小島的種植過程中 因為種植甘蔗然後整個製糖精煉的過程 需要大量的勞力 所以這個時候殖民政府用的是一種種植園的種植方式 叫Plantation 它所謂的種植園是以大量廉價激進與奴隸的強制勞動方式 以世界市場為目標進行大量的生產 就是它的種植面積很大 然後因為需要很密集的勞力 所以那個時候的殖民政府就從非洲開始輸入大量的勞力 就是非洲的黑人好像奴隸一樣的工作 在這個種植園裡頭從事非常勞力密集的工作 好其實不只是甘蔗的種植 其實包括在17世紀的種植園 還包括生產栽種棉花的美國南部 開墾茶田的西蘭還有種植橡膠的印尼 都是用這種種植園的方式 然後因為種植園需要大量的勞力 所以在加勒比海非洲跟西歐之間就形成一個三角貿易 所謂三角貿易就是從非洲開始輸入 就是殖民政府從非洲開始輸入所謂的勞力 就是好像奴隸一樣的一些勞力 然後在加勒比海這一些小島開始種植甘蔗之後 再輸入到他們的西歐社會 在西歐社會又製成各種的工業產品 包括棉花鐵製品這一些在賣到非洲 所以在這個三角貿易裡頭 其實非洲輸入了勞力 可是他們從西方社會 從西歐社會購買了很多的產品 然後這一些 其實西歐社會的這一些產品 也因為有這一些殖民地的購買 而得以進一步的去生產跟擴大 這個是所謂的三角貿易 其實是要放在我們剛剛所談的世界體系的脈絡中來理解 那這個三角貿易造成的結果是什麼 當然就是非洲大部分的人 非洲有很多的黑人 就到了加勒比海就開始重施 就是真的是脫離了他們自己的國家 也造成很多非洲跟加勒比海當代的低度發展 你知道人被就是像奴隸一樣的被輸入到其他的地方 其實對於原有的社會文化秩序 絕對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甚至他們到了新的地方 不見得可以馬上建立起新的社會文化秩序 所以造成這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個低度發展 然後當地現在你知道海地就是這一些 當時的黑人移民所建立的國家 好 那這一些對於第三世界的剝削 其實反而在西歐這一些中心的國家 開展了他們的產業革命 其實產業革命是建立在對於很多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國家的剝削 這是我們剛剛從那個依賴理論跟世界體系 理論在談的 好 當時產業革命當然需要很多的原物料 像棉花 然後需要資金 這些資金其實很大部分是來自於這一些海外的殖民者 他們透過這個三角貿易所獲得的利潤 成為英國工業革命或者是 整個歐洲資本主義發展一個很重要的資金來源 所以他說產業革命之所以發生在英國 其實也來自於這一些販盧集團 跟砂糖商人的財力才得以實現 好 甚至從這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所輸入的棉花 也成為產業革命的契機 好 他其實是把我們以為的一個西方文明 放在一個世界體系的脈絡 重新去反思在這過程中 這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所 就因為輸出廉價的商品 廉價的物料 然後從事各種勞力密集的工作 然後怎麼樣造成當地的低度發展 好 然後接下來他在談的是 先從這一個世界體系的脈絡來談 來談那個糖的大量種植 然後在這過程當中 第一世界所謂中心國跟邊塞國家之間的關係 就是很不平等的一個發展過程 這裡OK嗎 然後接下來他要談 在這個過程中 糖的意義開始改變 你們知道糖從15 16世紀開始種植 然後他大量種植之後 當他 因為大量種植 價格就可以開始 開始壓力 他不像中世紀一樣 作為那麼稀少的一個 儀式用品 或者是展示地位的用品 或者是藥品 他從17世紀開始 因為有這一些殖民地的 一些蔗糖的輸入 然後在當地的一個精緻化的過程 所以糖的價格開始降低 那糖的價格降低之後 在17世紀的時候 就在英國開始有大量的咖啡館 還有後來茶館的成立 就是在17 18世紀的時候 因為各個殖民地來的茶 咖啡跟蔗糖 開始在西歐國家 不管是英國法國 產生了另外一種新的文化 就是咖啡館或者是茶的文化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英國的 Afternoon Tea Afternoon Tea還在更慢 就是17世紀的時候 開始 因為這一些殖民地來的物質 開始有咖啡館 有茶館 它在英國產業革命中的影響 是什麼呢 一方面提供的資金 另外一方面 因為這一些咖啡館跟茶館 其實它提供了一個 一個中產階級 可以聚集的場所 因為有這些咖啡館跟茶館 作為人們去溝通交換各種 知識跟資訊的場域 所以醞釀了英國的 讓英國接下來的很多現代化的發展 那皇家社會就是可以在這些 咖啡館茶館開始 從事各種知識的交流 然後也開始有所謂報紙跟雜誌 還有證券公司銀行保險業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場域 可以提供各種知識跟資訊的交流 所以讓很多當代的制度 包括銀行業 包括金融業 包括報紙雜誌 都得以在這樣的脈絡之下 作為一個公共論述的空間 就是開始有咖啡館茶館 作為公共論述的空間 而使這一些很當代的 所謂的西方文明 開始逐漸的茁壯 他說因為這個是建立在 十六十七世紀糖的價格開始 開始慢慢的降低 因為有大規模 有比較大量來自殖民地的一個 一個那個糖的原料的生產 好這裡OK嘛 他說其實這些咖啡館或茶館 孕育了近代的文化 所以你們才發覺還蠻精彩 從一個糖其實可以看到這麼大的一個社會 就是一個生產的關係 甚至一個西方文明的發展過程 然後接下來的另外一個階段 又產生的改變是在十八世紀末 因為工業革命 那十八世紀末工業革命就是 之後就是很多的工人開始進入工廠 然後這一些工人進入工廠呢 因為一開始其實女人也開始進入工廠 因為工人們進入工廠的時候 他們可能已經就是沒有辦法 像以前在鄉間有老婆幫他們做 各種home made的麵包啊 或者是三餐 所以這一些工人他們開始 從十八世紀末他們開始進入工廠 他們需要有補充能量的來源 就是他們在工廠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不斷的補充能量 因為他們可能家裡已經沒有 老婆幫他們做home made的各種 就是早餐或者是各種的食品 所以接下來的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是十八世紀中之後 工業資本家開始爭取糖的價格更加的廉價 可以提供給所有的工人 作為他們能量的來源 所以你知道在英國 其實這個習慣都還在 就是我們早上一定有morning tea 然後下午一定有afternoon tea 當然當代很重要是morning tea跟afternoon tea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討論的場域 就是我們在那個學校的時候 其實這一些討論可能有時候收穫都還比 那個課堂的收穫還多 可是在當時的情況 其實是工人們必須要透過早上跟下午喝茶 然後茶裡頭加大量的糖來補充他們的能量 所以這個是十八世紀之後糖的價格又更加的廉價 其實這裡牽涉到是工業資本家跟商業資本家的競爭 因為工業資本家需要糖的價格更低 他可以很廉價的提供給工人 然後他可以降低工人的工資 因為工人如果他的生活的物資不需要太高的話 其實工資也可以減低 可是商業資本家就是那些輸入糖的人 他們當然希望糖的價格比較高 可是這裡頭就牽涉到其實不同的資本家 還有不同的競爭 然後後來國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在這個十八世紀之後 糖的價格就開始變低 然後就開始成為工業革命的時候 這一些工人大量補充他們能量的一個來源 所以他其實是從整個糖的外在史 內在史去討論那個物質文化意義的改變 我覺得還蠻精彩的 在史上也會有很多的大量補充 在史上要用那個對方的水質領